太别妄当 也会因为没有打折的百分之一而增加了票价的负担 这让民众会认为在这折扣当中有没有说清楚的小动作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在捷运的万方医院站 现在我要搭乘文湖县到东湖站 大家看清楚了 我现在的捷运优卡的面额是多少钱 147元 好 再看看我已经搭乘了捷运的文湖县 现在已经抵达了捷运的东湖站 这趟路程到底花了我多少钱呢 我来看看我的优有卡的面额 答案是119 也就是我这次花了28元 不过呢 现在有民众向三立新闻来投诉 因为在日前呢 这段的价格呢 其实只有25块 难道捷运偷偷涨价 发露者就是这位张先生 每礼拜都会从万方医院达文湖县 直达目的地东湖站 这趟路原本定价40元 自从有六四折优惠就成了25元 但张先生两天前无一一秒才发现 却被扣了28元 怎么会这样 求证捷运公司才知道 原来就算优惠持续 但捷运今年初已经重新订定计价方式 1月2号前只要是文湖县上任两个车站 不见距离通通以六四折优惠 拿万方站到东湖站为例 打了折就是25元 但1月2号后捷运计价又改成最短距离制 也就是从万方到东湖 得用文湖县接板南县再接文湖县来算 由于板南县没有六四折优惠 算算因此之间多了三元价差 市政府还是考虑到 就是说还是要考虑到一个公平性 只是张先生好生气 明明他就是做了文湖县 一线到底啊 均一方面打了六四折的优惠持续 一方面又更改计价方式 搞小动作 原本的美意却因为双政策的并行 让效果砸了折扣 这里新闻研究潘子凡还被报道